大家呢都吃过这个红茬啊 那红茬当中呢 哈尔滨红茬呢又是最有名的啊 因为它那个皮特别脆啊 而且里边呢肉啊也特别的实在啊 然后很有嚼劲啊 吃起来特别香啊 所以我前两天尝了啊 就让我老婆呢跟网上买了几根红茬 你猜我买这个四根红茬啊 也就一斤啊花了多少钱啊 原价是46块8啊 然后我一听 那这四根红茬比这个超市卖的还贵啊 你像物美超市啊 卖8块到10块一根 我说你这四根要快50块钱可贵了 没想到我老婆有后话啊 后话说我只做了一步操作啊 没想到啊 力减了30 这四根红茬才花了16块8 哎我说那四块多一根那可值了啊 那46块8的这个红茬啊 也就是四根一斤啊 怎么力减30呢 啊好香啊 那想吃红茬的朋友啊 啊跟着我的操作啊 就可以啊减30块钱啊 也就是16块8就可以买四根 首先大家点开好看APP 然后在这个搜索栏啊 最上面一栏啊 点搜索 搜索格子生活路 啊 点完了之后呢 啊 大家可以看到有商品橱窗这块 点开商品橱窗啊 在右边的第二个啊 那就有哈尔滨红茬 你别看它是46块8 你点开之后啊 再点啊 就会进入一个力减30啊 一键领取三十元带金卷啊 然后你购买之后呢啊 就是力减30了 也就是原价46块8的红茬呢 啊 你才花了16块8啊 也就是16块8就可以买到 四根啊 一斤这个帕尔滨红茬啊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前两天啊 因为我吃的不错 还想买啊 6月18号当天断货了啊 然后我跟我老婆说 你晚上再看看有没有啊 然后还是没有啊 6月19号啊 然后才来的 然后我们赶紧又抢了这个啊 两袋啊 因为这个东西吧 这个做菜啊 放哪或者干吃什么的啊 都比较好吃啊 而且我也属于比较馋那类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一下就来了两包 也不贵啊 其实我觉得你买的越多 你这个越占便宜啊 因为一袋啊 四根一斤才16块8 你觉得呢 好那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四根红茬 16块8值不值呢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前往交流 喜欢就关注格子 关注格子每天都有新鲜事 好那这期的视频就非常到这 拜拜